好,大家晚上好哈 呃,这回作业完成的情况不太好 只有 四个人 交了 三点半个作业 呃,咱们就稍微花点时间 稍微点评一下,好不好 然后咱们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屏幕,对吧 可以,没问题 好,呃,考考验大家一下哈 假如我想把这四张那个人像照片都放出来 可以用什么办法 我不想放其他照片 哈 放到哪,放到屏幕上 哎,放到屏幕上,就只 只display的四张照片 嗯,大家学过还记得这个 survey view 就说我要从这四张照片里面 选出最好的,对不对 嗯哼,所以你就把这四张照片呢 给highlight起来,在下面这个film strip highlight起来,然后呢,按一下 survey view 的 shortcut是什么 是N,like a Nancy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 只display的四张照片哈 OK,anyway 好,咱们来看看这四张照片哈 呃,因为这是人像照片吧 所以呢,就是我一般都会放的很大哈 放的1比1至少至少1比1 然后看这个一些细节哈 呃,这张 先看看这个圆图好不好 比较一下 圆图呢,还是这个没有没有做过任何那个修改哈 所以脸上的斑点呃,呃,还有噪音呐都比较多 好,咱们再来看这几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谁拍 不知道谁修了哈 反正我都放在一起 修的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他脸 非常的光滑哈 嗯,然后呢,又不失质感 呃,唯一我想挑剔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你没有修好 就是再放大一点 就是眉眉毛上面这一点点 这个地方没有修是忘记的还是什么 还是说你想不修这个 然后让让他显出一种一种那个angry那种mode 其他的修的不错哈 呃,还有一个缺点呢 我待会再讲哈 好,咱们先看第二张 第二张呢 也修的不错 但是呢,也是好几个地方没有修到位 呃,你看这个 脸,右脸 这个地方没有修 然后呢 眉毛上面这个也没有修好 这两个坑,看到没有 再一个跟第一张照片相比的话呢 稍微暗了点 可以把这个用用那个basic tony哈 把它稍微稍微调亮一些 好 然后呢,第二张照片也有一个缺点 我待会再讲 好,第三张照片 跟第一张照片 跟第一张照片类似哈 但是我不知道第三张照片它把这个resolution给它压 压小了 放成2比1吧 呃,大部分的修的不错 然后跟第一张照片一样 这个,这个上面这个 一个坑没有,没有修好 然后呢 再有一个这个脸上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些两个八痕 是不是被的lution太低的原因 呃,我们会在下节课讲到这个output 好 然后呢,这张照片也跟前面两张照片有一个其他的问题哈 咱们来看看第四张照片 最后一张照片 大家比较一下哈 看没看到 最后一张照片跟前面三张照片不同的地方 把腿踩了 哎,对了 我要表扬一下这个jennie哈 他这个,他这个这个眼呢 非常的sharp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 你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这下面两个腿这个蓝色有点destruction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而且跟这个主题 跟这个人像好像没有关系 哎,这个时候呢 你看jennie他就发现这一点了 他很大胆的把下面两个腿给他给他锯掉了 就完全focus在这个脸上了啊 我要表扬一下这个jennie 好,jennie呢 这个皮肤啊都修的不错 然后呢,稍微的这个地方稍微欠缺一些 就是也是坑的问题啊 稍微欠缺的一点 好,这是这个人像 然后呢,咱们来看看三张 这个风光照片啊 这个风光照片啊 同样啊 同样啊,咱们在那个filmship上面呢 呃,选用那个controll来选择你想display照片 然后呢,再用那个surveyview and for nancy 然后呢,display 只有这三个照片啊 好 第一张的话呢 比较一下哈 大家,大家 大家,大家那个投校票看看哪一张 我觉得你们觉得修的最好的 下面那一张 上面两张 哪一张 下面有一张吗 下面那一张哈 对,我也觉得下面那张是修的比较 在这三张里面是比较好的 大家看看哈 第一张的话呢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这个中间那个山呢 这叫山吗还是什么 有点那个过曝了 修了一点那个曝光过度了 有没有觉得 这是它的缺点 然后呢 第二张的话呢 跟这最后一张相比较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修的 不是很理想 就这个黑边这个地方哈 你看看第三张的话呢 它就看不出这种边来 好 我觉得第三张修的非常的完美哈 它估计是除了这个Gradual Filter以外 它还用了Brush去刷哈 好 那点评就到这儿 没有做作业的同学呢 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机会啊 练练自己上上节课学的东西哈 因为上节课我讲过了 呃是咱们这些工具啊 是咱们用Lighton用的最多的啊 就是这些工具 好这一节课呢 第三章是谁修的 是谁是谁修的啊 啊我我看一下对我看一下可能就找到 看一下微信吧 真真你修的吧 真你修的 真你修吗 嗯 嗯 是我修的 哦表演一下 杰尼两张的修得不错 不是因为我修的时候 我那个 有一半总是调得不好 所以我下来以后 我跟您请教啊 呃没听清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我下去跟那个杰尼请教 哦OKOK好行 没问题 好的 呃 今天呢是第六节课哈 也是这个编辑照片的第三节课 咱们要讲什么呢 呃 大家看看我的屏幕哈 右边的panel 所有的这个这个工具 咱们你已经讲过从上到下哈 已经讲过histogram 然后呢 讲过这六个工具 也讲到了这个basic 然后呢 还剩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菜单 咱们今天都要讲完 从tone curve 一直到camera calibration 这八个菜单 咱们都要讲完 啊 好 让我把讲义打开 呃 大家还记得就是我在第一节课 还是第二节课讲的这个solo mode吗 假如说你这个右边这些小三角哈 不是虚心的话 大家把它变成这个solo mode 就说在任何时间咱们只看一个菜单 比如说我把这个tone curve打开的话呢 其他的都关上了哈 因为咱们要今天要讲八个菜单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呃 activate一下这个solo mode 大家还记得怎么怎么activate的吗 左手按一下alt 然后在macbook是那个option 是command还是option呢 option呢 然后呢 右手用那个鼠标啊 点击一下这个小三角 假如说你是实心的话呢 它就变成虚心的啊 好 这叫solo mode 我把照片给 在那个lightroom哈 大家不要害怕 呃呃 修 怎么修会把那个照片给修坏哈 呃 因为我在这个最开始的课程里面讲到 lightroom呢 它是一个non 呃destructive的那个tool 你不管怎么修它都不会呃 把照片修坏哈 你永远可以click这个reset 把那照片呢 呃 给它还原哈 好 咱们今天讲这个tone curve tone curve呢 呃 它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tool 来控制你照片的亮度和暗度 以及这个颜色 大家都把这个tone curve打开哈 你看到的呢 你看到的呢 是一条线 其实lightroom呢 给你两个curve 这是第一个 下面有个字 叫 rgb channel rgb 假如说你没看到这个rgb的话呢 那么你点击一下这个小小的这个条线 哎 你点击以后呢 它这个panel呢 就expand 然后呢 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呃线 但是下面呢 多了几个bar 好 咱们先从这个curve讲解 这个就是normal的curve 随着你鼠标哈 在这个panel里头滑动 咱们看看哈 他呢 会把某些地方给highlight起来啊 好 咱们看看这个region 跟这个上面的直方图 呃有点类似 直方图呢 上面是分成五个区域 对吧 这个tone curve呢 把这个一块地方呢 分成四个区域 分别是从左到右 是shadow 这个直方图一样啊 你鼠标器在的时候呢 下面这其中一个就会highlight起来 比如说现在是什么 shadow highlight起来 也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呢 是shadowarea 他这个随着这条线 这个有一个区域呢 他给你highlight起来 就告诉你 从这个到这一点 他是shadow 好 鼠标器继续往右 下面的是什么 是dark 他dark的范围很很广啊 从最左到 快靠近这个95的地方 就是dark 然后你再往右的话呢 是light 然后呢 最右面呢 是highlight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咱们可以这样理解 把这个tone curve呢 可以看成一个x和y这个轴 横向的呢 就是x轴 竖向的呢 vertical呢 是y轴 这个横向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横向的意思 跟那个直方图非常类似 就是从这张照片的 最暗的地方 左边 一直到最右边的地方 然后呢 大家看看里面 是不是有座 那个灰色的小山 这个呢 就是这张照片的 它的从暗到亮的 这个分布情况 大家把这个小山 跟这个直方图的小山相比 是非常类似的 好 然后y轴是什么意思呢 y轴 vertical的轴 是说 是说你想把其中哪一个点进行修改 比如说啊 咱们在在这个地方 在最左边的shadow地方 然后呢 按一下左键 然后呢 往上拖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区域的 这个暗的地方 把它变亮 大家看到没有 这条线呢 就被你被给你拱上去了 同时大家也注意到 左上角的两个数据啊 前面那个数据呢 是15对吧 第二个数据呢 是22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把这个 这个pixel的number 从15% 给它变成了 22% 好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照片 它暗的地方呢 它就变亮了 好 咱们再变一次哈 比如说 假如我觉得 这样照片的highlight 这个highlight地方太亮了 哎 你选择这个地方呢 是81%这个地方 我呢 往下拖这一次 大家就会看到 前面那个81呢 是指原来的数据 然后现在变成了78 它就变暗了 也就是说 这个横向的数据哈 是表 是represent represent 从暗到量 的pixel的分布 然后呢 y轴呢 是来显示 你要作为 做改动的 一个 呃 一个区域 这样理解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 在这个 四个bar上啊 直接来做调整 比如说 咱们可以 呃 还原 怎么还原呢 大家又摁 那个鼠标 然后呢 可以看到 这么多option 然后最后一个 叫reset all 它就会把 所有你改过的 去还原了 啊 好 咱们这一次呢 不用这个 curve 直接用这个bar 来做修正 比如说我要 把这个 跟他一样啊 把这highlight的地方呢 往左 太亮了 我要往左拖一拖 啊 然后呢 light的地方呢 往右拖一拖 然后呢 dark的地方 往右拖一拖 然后呢 shadow最左边的地方 往右拖拖 哎 你发现这条线呢 也随着你的变动 而改变 然后呃 下面呃下面有两个 preset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这个up down arrow 你就会发现这有两个preset 一个呢 叫median contrast 大家都试一下哈 他就会把这个 这样照片的这个对比度啊 稍微了拉大一些 最后一个呢 叫strong strong contrast 这个就 他的变化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细微的哈 他并不是变化很大的 其实这个tone curve哈 他的用处呢 并不是很多 呃 用途 我觉得用途最大呢 是第二个curve 大家都跟我一样 点击一下这个 这个右下角 这个小小框框哈 点击一下以后呢 大家看来 大家就会发现这个curve的下面呢 有一个叫rgb 这个呢 就叫rgbcurve 哎 不好意思 这个 我的是macbook 我怎么没有你这个呀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 都看到你这个东西 我在上面怎么就没有啊 你说那个curve tone curve没有吗 还是说里头的东西没有 tone curve有 完了那四个bar也有 但是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 你现在有的 看到的是哪个bar 哪个 哪个curve 是rgb吗 哦 rgb是哪一个curve啊 我看不到 下面有rgb这三个字 我没有看到这个字啊 那你看到这个curve对吧 我的好像也没有 你是window还是mac window 我是那个新版的 新版的 ok 好 我问一下大家 你克力 有没有看到这个rgb的三个字 没有 没有 然后呢 有没有看到red green和blue 没有 这个在上面有 对 它在上面有 ok 那是那是一样的 就说 但是你 你刚才说没有第一个curve 没有这个curve是吗 不是 我们这个新的呢 是有那个 就是上边adjust 有一个 这个parabolic 这个什么 什么曲线 还有一个白圈 有个红圈 有个绿圈 有个蓝圈 变化这么大 完了 下面是这个线 就是这个方块 完了 下面就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redging 什么highlights 什么lights 它今天来不了了 那没关系 其实第一个curve 没有太大用作 咱们现在想讲的是 这个rgb的curve 那你们能找到 这rgbcurve吗 没有 我们就是第一个curve 就第一个点 就第一个那个线 它就是这个rgbcurve ok 那行 那咱们就讲这个 等会不知道rgbcurve 那个新的版本 那个是 那个红圈就是rg 红的红的绿的蓝的就是rgb okok对对对应该是 点红的红的就是红的 红的点蓝的 点绿的就是 点blue就是 那个蓝的就是 没错没错 对 其实用途最大的 就是这个rgb的curve 怎么用呢 我应该点哪个 点白的还是点红的呀 点白的 点白的 因为rgb的那个combination就是白 就是那个白的 ok 好 好 这个rgb的curve呢 非常的sensitive 所以呢 你用的不当的话呢 他这个照片呢 就会被人乱七八糟 我给大家看 看一下啊 比如说你可以往下拖 然后呢 往上拖 你看到吗 这个你要拖的不好的话 这个照片呢 就就非常的乱七八糟 不过你也可以用来做这种 creative啊 用途最广的 就是呢 通过rgb这个curve呢 把这个照片的contrast 给它increase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比较多的 叫sshape sstand for standard 像个s一样 什么意思呢 咱们刚才讲了 这个 这条线呢 就是表示 从左 最暗的地方 到右 最亮的地方 一个分布图 所以呢 比如说我要把 这张照片 大家都知道 咱们修过好几次的 这张照片的缺点就是说 它的contrast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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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到位 它 你看看 直方图啊 这个小山都是在中间 所以它亮的地方呢 不够亮 暗的地方呢 不够暗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rgbcurve呢 去给它纠正 好 先来调一调这亮的地方 刚才说了 最亮的地方在右边 对不对 它不够亮 所以呢 怎么才能把它变得更亮呢 你在这个地方 click一下 然后呢 往上拖 它就是更亮了 对不对 所以你拖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直方图 也随着你的拖 它会往右走了 对吧 好 咱们再回过头来到左边 按的地方不够暗的 怎么办呢 到它按的地方 点击一下 然后呢 往下走 因为刚才说了 这个照片呢 它不够暗 这个shape呢 是不是像s一样 所以呢 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sshape 它会 它用来去increase这个对比度 大家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调的太过度的 你讲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那它这个 你说它增加它的对比度 那和我们在最开始学的 那个basic里面 那个contrast 是一曲同工 对 是不是一样的 一曲同工 OK OK 好 谢谢 好像那个更简单一点 用起来 对 那个更简单一点 这个呢 可能就说 更帅气一些吧 就是你要是 你要是跟别人说 你懂这个 怎么用这个curve tone curve 那就不得了 讲那个后期处理 照完你看这一张 平平淡淡的 然后它会调出一张 就是特别有那个 紧深的 就是那个 light room 就是 就是那个 谁在那个什么 好 这是用这个RGB curve的 第一个用途 create一个S shape 好 第二用途呢 用它来变换颜色 大家点击一下 这个上下的三角 选择 比如说红色 我估计新版的话 你点个红点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它显示出来的 这个红衫 就表示这张图的 这个红色的pixel 可能就有人就问 怎么 这个 这张照片 没有红色的 那个颜色 怎么会有红色呢 你这样理解 任何的 这个pixel 任何的颜色 都是由 这个三原色 组成的 对不对 好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看 我的鼠标 这个直方图 直方图下面呢 随着我鼠标的移动 它有三个数据 在那展示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点到这 大家看不看 这个直方图下面的 三个数据 这个R 就是red 是红色 52.9 然后G 是green 55.2 然后B 是blue 70.7 也就是说 这个箭头 这个地方 这个鼠标点 这个地方 它看上去是一个蓝色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实际上 是由红色 绿色和蓝色 共同组成的 形成的 这个颜色 因为它三种颜色的 这个比重不一样 比如说 它的蓝色比较重 70.3 所以为什么 大家看上去呢 是这个蓝色 据说每个点呢 都是有红色 都是有绿色和蓝色 只是他们的这个比重 不一样而已 好 咱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Make sure 你这是red 比如说 我要把这个天空啊 给它变成蓝色 而被变成红色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呢 天空肯定是highlight的地方 对吧 所以在这个 这个上面 然后呢 你把这个线呢 往上拖 大家看看 Magic happen 这样照片的highlight地方呢 都变成了 这种红色 或者是紫红色 所以呢 你可以用这种办法呢 把这种风光照片 你的日落 日出和日落 给它调整这个颜色 好 在这地方呢 我要给它科普一下 大家看看我的这个slide 这个呢 最好大家要记住一下 这是三原色 它们的关系 从最右边呢 是红色 然后呢 底下是绿色 然后呢 左上角呢 是蓝色 大家呢 要记住的是什么呢 希望大家记住的 就是它的互补颜色 互补颜色 是什么意思呢 看看这红色 对面是什么颜色 是sian 也就是咱们中文里面的青色 比如说红色对应呢 是青色 因为青色是绿颜色和蓝颜色组成的 好 看看蓝色 它的互补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是黄色 因为黄色的红和绿组成的 好 最后一个绿色 对应的是magenta magenta也就是紫色 阳红 所以呢 大家最好 稍微记住一下 就说红色 它的这个互补颜色是什么 蓝色的互补颜色是什么 还有绿色的互补颜色是什么 好 咱们大家都一起背一下 红色是什么 互补颜色 青色 蓝色的互补颜色是什么 黄色 黄色 绿颜色的互补颜色是什么 magenta magenta是阳红 紫色 好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呢 咱们来看看 这个 这个RGB curve 现在是红色 对不对 好 我 我现在是往上拖 是红色 对不对 假如说 我往下拖的话 就是它的互补颜色了 就说呢 它减少红色 的同时 它是把它互补颜色 给增强了 make sense 所以呢 红色的互补颜色是什么 青色 青色 对吧 好 大家看看 我要是把这线 往下拖的话呢 它的三叶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青色了 所以呢 你指定其中一种颜色 你可以把这个颜色加深 或者是把它的互补颜色加深 好 咱们再试一试 试一试 那个 绿颜色吧 咱们先把这个 reset一下 好 这是 绿颜色 咱们呢 比如说 随便找一个点 往上拖 它这个 绿颜色就加深了 往下拖的话 它是什么颜色会加深 Magenta Magenta 看到没有 变紫了 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用这个绿颜色往下拉 给它拉出紫色来 好 怎么还原 两种办法 第一个呢 就是右键 然后呢 选择这个 Flat Curve 或者呢 是 Double 点击一下这个点 它也会还原 好 咱们再 选择这个蓝色 往上拖 这个蓝色就会 咱们要把天空啊 变蓝 对吧 是不是变蓝了 湖水变蓝了 往下拖的话 蓝色的互补颜色是什么 Yellow Yellow Yellow出来了 神奇吧 好 这就是这个RGB Curve的最大用处 除了 把那个 对比度给调大之外呢 可以通过这颜色的channel呢 来调不同的颜色 好 但是呢 这个Tone Curve 比较sensitive 所以大家调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还有一个地方 没有讲到的 假如说 我不是很sure 这个天空或者湖面 是什么颜色 怎么办呢 大家看了没看到 左上角 有一个这个小蜡笔似的 我不知道你们新版有没有 应该是有的 大家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以后呢 你的鼠标点 就会变成一个selector 然后你到这个照片上 任何一个地方去选 比如说 你要选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看没看到 在你这个 这个curve 这个有点呢 就会停在那不动 他就告诉你 这个是这个颜色的 最亮的地方 不是最亮的地方 是那个亮的地方 咱们这样 咱们回到这个 咱们先用这个蓝色吧 来 来 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要把这天空 给它变成亮一些 好 然后呢 比如这个这个冰山啊 冰川呢 稍微太暗了 我可以把它往上提升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版本好像没有这个小蜡笔啊 是右小蜡笔啊 我至少这个 你是点的那个右边靠的custom的那个地方是吧 没有左上角的这个地方 哦 OK 有吗 应该也有吧 不会 不会把这个功能给丢掉 对 这个有 这个有 OK OK 好 假如说我用那个regularRGB 我想我不确定啊 这个颜色是哪个颜色 没关系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小蜡笔呢 到这个地方 哎 你看随着你鼠标器的移动 它这个curve的这个点也在移动 啊 比如我选到这个地方往上拖 哎 他就按照你这个选的这个点 哎 把这个线呢 往上去拖去 好 这就是这个tone curve 呃 非常 非常的scary啊 你看上去 但是呢 也非常简单 啊 然后呢 也非常的powerful 用到得当的 得当的话呢 是非常的那个 非常powerful的一个工具 好 讲完了 这个tone curve 咱们下面要讲 下面这个菜单 这个菜单是什么呢 是 HSL slash color slash B&W 他一看 就知道这是有关颜色的 哈 大家点击一下 哎 大家现在就看到这个solo mode的好处 哈 你点击一下 比如说刚才是这个tone curve打开的 对不对 我现在要 把这个下面这个菜单打开 他上面那个tone curve就被自动关掉 这就是solo mode的好处哈 好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三个菜单在一起的哈 第二个是color 第三个是b&w b&w就是black and white 黑白哈 第一个hsl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代表着这颜色的三个属性 h呢 是hue h ue 大家就看哈 这下面有 是指它的颜色 然后呢 s的话呢 是指它的饱和度 situation 然后第三个l呢 是指它的亮度 luminous 咱们一个一个讲 首先呢 咱们讲讲讲这个颜色 这个新版都有吧 没问题吧 对这个有 就是没有b&w 没有b&w 没有黑跟白 no black and white 哦 没有黑跟白 color是有的 对吧 OK 好 没问题 好 大家都把 这辆赛车打开 这红色的赛车 奥迪的赛车 大家看看哈 这个hue呢 是指这八种颜色的分布情况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车是红色哈 我现在呢 大家把 鼠标器啊 放在 红色这个地方 然后呢 往左拖 和往右拖 你就会发现 你指定的这红色啊 它随着你鼠标的移动 而变动颜色 大家注意到没有 哎 它是因为什么呢 它的红色啊 大家可以这么想象哈 红色往右拖 拖到底的话呢 就变成什么 orange了 第二行是orange 然后呢 接着orange 要继续往右拖的话呢 拖到底的话 它就变成yellow了 以此类推 yellow变成green green变成aqua aqua变成blue blue变成purple purple变成magenta 然后magenta 最后拖 往拖到底的话 变成什么了 回到红色来了 这是这八种 主要颜色的 这个关系啊 所以呢 这个heal的话呢 它就给你提供了一个 把你照片的颜色 进行改动的一个工具 比如说你这个 这张照片哈 本来这个颜色是红色的哈 哎 你觉得红色太耀眼了 怎么办呢 我可以 往左拖 往左拖是会变成什么颜色 按照这个表 magenta 对了 是不是 它 你要注意 所有这个红色 它是global的change 它所有这个颜色都会变哈 这个车变了 包括这个墙上也变了哈 所以这个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哈 好 假如说你不喜欢这个magenta 你往右拖 往右拖了会变成什么颜色 哎 就会变成orange 好 这是一个地方 还地方 呃 就是跟那个上面的 那个那个其他的bar一样哈 假如说你变完以后 你想变回来的话 怎么怎么回来 double click这个red 它就会变回来哈 double click 好 大家注意到 左上角呢 也有一个小蜡笔 这也是用来你选择颜色的一个工具 新版本也应该有吧 有 好 OK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把这个蜡笔取下来了 我想把这个颜色哈 我这颜色我不知道什么颜色 不管是红还是蓝 哎 我只是想把它呢 给它 变化 所以呢 同样道理 你点击在这 然后往上 往上去 它的鼠标呢 你看 它就会往右走 它就变成了orange 往下的话呢 就表示是往左减少 它就会 往的magenta方向走 非常的神奇 这就是第一个hue的菜单 好 咱们下面呢 把照片还原 另外有一个小诀窍 就说假如你变了好几个地方 你想一下子都还原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把鼠标呢 放到那个hue上面 点击一下hue 它所有的指标都还原了 就不要 就不用一个一个来纠正哈 好 这是hue 咱们来看看第二个 saturation 这个saturation呢 跟咱们原来讲的saturation 是一样的 咱们记得这个basic里头 有个saturation对吧 这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一下子 就把这个照片变成黑白的 对不对 就通过这个 不是vibrant 拉错了 saturation 这个saturation呢 它是所有颜色的saturation 而今天咱们要cover呢 只是有八种颜色的这个saturation 所以它把这八种颜色都分分离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通过对某一种颜色的saturation进行调配 比如说这个画面 这个照片呢 基本上就是红色为主 对不对 我可以通过红色的saturation 我觉得太亮了 可以往左拖 你觉得不够亮 你可以往右拖 把这个particular的color 去给它saturation进行调整 它同时也给你提供一个小蜡笔 选择其中的一个颜色进行调比 比如说 有些的话 颜色它不是哪一种 它是好几种 咱们还是用这个 阿拉斯卡这样照片来做个例子 比如说 你想把它的湖水 蓝天吧 给它拉蓝 拉蓝的话 当然了 你知道这个蓝天是蓝色的 对吧 所以你可以直接到这个blue这个地方 把它saturation 给它往右拖 大家没看到 这个天空马上就变蓝 对吧 假如说你不知道这个颜色是蓝色 你可以通过这个 我先把这个变回来 把这个小蜡笔取出来 然后呢 把它光标移到天上天空上去 然后呢 按一下左 左那个按钮 然后往上去 drag 把你的mouse要按下去往上drag 它就会把这个blue的颜色 saturation给它加重 同样的道理 你要是往下走 按着你的鼠标 左按鼠标往下 它就会把这个颜色 saturation给它减少 大家操作一下 首先选择这个selector 然后呢 移到把你鼠标移到 那个照片上的一个地方 摁下去后 不要松开 摁下去 然后往上走 是增加saturation 往下 是减少saturation 田老师 我怎么没找到那个小蜡笔啊 我这 呃 就在这个 左上角 没有 你有看到吗 没有 我这没有 你是 你是新版还是旧版呢 新版 刚才有人说 那个新版有的 我都没看到有 你是 你是在这个 HSL color这地方吧 对 呃 这个 我那个上面有 有小蜡笔 刚才那个turn curve 那个上面有小蜡笔 但这个 现在是没有 对 嗯 我的有 哦 现在出来了 刚才没有 现在出来了 现在出来了 OK OK 好 好 现在呢 是 HSL中间的 saturation 饱和度 咱们下面看看这个L L的话呢 大家可能不太 不太熟悉哈 这个L呢 实际上指它的亮度 哎 咱们也 来做下 这个 纠正哈 比如说 我的 我的湖水哈 呃 太暗了点 我想把它变亮一点 哎 我知道这湖水是蓝色的哈 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 在这个蓝的这个 这个地方呢 往右拖 大家没看 看到 它就变亮了 好 同样道理 假如说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是蓝色的 也为 我也可以通过这个selector 把这鼠标 变成这个selector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 你想变的地方呢 左按键 然后呢 往上走 是 往右拖 变亮 往下走 是变暗 好 这个地方 我要 我要给大家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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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诀窍 就是说 在很多种情况下呢 咱们是想把这个草变成变绿 对吧 或者是把天空变蓝 对吧 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这是哪一年咱们去 这个 这个 Annex拍的这个蓝帽花 好 大家看 看一看哈 我首先呢 要把这张照片的天空啊 变蓝一些 当然有很多办法啊 上一课咱们学过的 可以到这个basic里头的 这个vibrance 给它往右拖 对吧 哎 它天空就变蓝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呢 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vibrance呢 它是整 把整个的color 都给它 那个situation变成 变强了 啊 它并不是说 只是把天空 或者什么地方变蓝 啊 所以你用这个 用这个地方呢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所以呢 更好的办法呢 是到 这个 HSL的地方来 因为我知道 哎 哪种颜色 我想给它situation 好 在 想把蓝天变蓝 有两个地方 你要考虑哈 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luminous 这个地方呢 你要把它减少 也就是说 把蓝色呢 给减少 而在situation的地方呢 你要把蓝色 给它加强 这样的话呢 就能达到 把天空变蓝的 这个效果 咱们一起来试一下 首先大家 点击一下 这个luminous 这个亮度 然后呢 到这个blue的地方 然后呢 往左拖 使它变暗一些 然后呢 再点击这个situation的地方呢 好 再点击一下蓝色 往右拖 这样的话呢 这种combination 就把这个天空 就把这个天空 给它变蓝了 同样的道理 咱们也想把这个绿草地 给它变绿一些 好 先到这个luminous 这个地方 到这个绿的地方 把它变暗一些 好 再到这个situation的地方 到green的地方 把它变 往右拖 当然这个整个照片 有点发暗 我可以拉亮一点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草地变绿了 把天空变蓝了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效果呢 比前面的更好一些 当然了 假如说你 不是很shure 是哪种颜色 你可以通过 这个selector来调 好 好 这是hsl 咱们来看看 这个color 这个color呢 实际上跟 刚才咱们讲这个 这个hsl里头的hue 是非常类似的 咱们还是以这个车 这个照片作为例子 好 你点击这个color的话 大家是不是看了 这个八个颜色 新版本也是应该一样吧 对 OK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比如说咱们 首先选的这个红色 大家看没看到 hue situation luminous 三个地方都出现了 对吧 跟他讲那个hsl 是非常一样的 好 在这个hue 在这个hue的地方 在这个hue的地方 我要是往右拖 大家猜出来了 它应该是变成什么颜色了 变成orange 对吧 紧接着 你要是点击这个orange的话呢 你再往右 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yellow 然后点击yellow 你再往右 就变成绿色 就是跟刚才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color 我用的不是很多 它的这个道理呢 跟这个前面 这个是一 是类似的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有点 有点重复了 这是color color的地方呢 它就是没有这个selector 所以你必须自己去 去选择这个 这个颜色 好 最后讲一下这个b&w 旧版的话 是有的 对吧 新版没有 新版确实没有吗 没有看到 这我觉得很奇怪 可能放在其他地方 说不定 也有可能 它其实 这个地方 它有个好处 虽然 这个basic menu里头 有一个black and white 这个呢 它是 basic里头的 它只是给你 一个one shot 把它照片变成 这个黑白的 而 这个旧版里头的 这个black and white呢 它是 让这个 让我们呢 有更多的恐惧 来选择 对 这八种color的 哪一种进行 调节的时候呢 把它颜色 变成黑白 我来演示一下 大家看我的 那个screen就可以了 点击这个 点开这个菜单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auto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auto 看看 怎么现在 不让我点击了 可能变得太多了 我先把它reset一下 好 reset以后呢 我点击一下 我点击一下 black and white 它就变成 把这个照片呢 就变成black white 大家看不看 这个是来动 它自定义的 就根据这个照片 它自动给它变成了black and white 但是呢 同时 咱们也可以通过 对着八种颜色的 control 来调成不同的 这个效果 比如说 我知道这个 这个red 这个车 大部分颜色是red 我通过这个red 进行改动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颜色 这个这个车的 这个 黑白照片啊 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 看没有 我可以把它 其他的颜色 给它进行调配 然后就变成这种效果 当然了 你可以 假如你不满意的话呢 你可以按一下这个auto 再click一下 它就回到第一个 第一种那个效果 去了 这个是 那个来动自定义的 这个黑白照片 所以呢 咱们又多了 一种 把照片变成黑白照片的 一个方法啊 咱们那个下节目 还要学另外一种方法 怎么把照片 变成黑白的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 今天要讲的 第二个topic HSL color 咱们接下来呢 要讲一下 下面这个 Split Toning Split Toning呢 在新版呢 它可以改名字 叫 Color Grading 好 你们看没看到 Split Toning 或者是 Color 或者是Color Grading 或者是Color 就咱们大家都知道 照片呢 分成highlight和shadow 就是亮的地方 和暗的地方 他们这个功能呢 就是把亮的地方呢 给它调一种颜色 然后暗的地方呢 再调一个颜色 根据这个很多 这个摄影师的经验 这亮的地方 和暗的地方的颜色 假如是互补颜色 这个照片的效果呢 是最佳的 大家还记得 咱们刚刚刚学过的 这个互补颜色 对吧 就是说 你亮的地方呢 调 比如说咱们红色吧 那么在暗的地方呢 咱们要调红色的互补颜色 是什么 青色 青色 对吧 咱们再举例子 比如说咱们 高光地方 highlight地方 调成黄色 在它暗的地方呢 调成黄色的互补颜色 是什么 蓝色 蓝色 这样的话 这个效果呢 它就是叫 split 透明 它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lightroom里面的 这个菜单 把这个split toning的话呢 打开 大家会看到 上面这一部分呢 叫highlight 看没看到 然后其中包括 这个hue和satuation hue 也就是说 咱们要选了颜色 对吧 好 中间这个 咱们不看 咱们先看下面这个 下面呢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shadow 就是暗光的地方 它也包括这个hue 和satuation 好 你选择了 上面这个高光的部分 选择了这个 shadow阴影部分 然后呢 它又让你通过中间 这个balance 来控制 你是往左 多选 多选一些highlight呢 还是往右 多选一些shadow 来control 来balance 这个呢 就是旧版本里面的 split toning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新版本的color gradient 我把这个我的slide 我把这个我的slide 这两个圈 大家看没看 左边呢 是shadow 就咱们讲的 和右边的highlight 然后呢 最下面也有个balance 然后呢 右边这个图呢 它是说 它这个adjust的 它是多了一个option 就是说 你可以三个这个圆圈呢 同时选 或者呢 是用右边这个颜色 右边这个option 是选其中的 一个盘 一个圆圈 好 它这个 这个新版本的 这个option呢 更加直观一些 咱们来看看 看看这个圆圈 这个圆圈呢 它 把整个颜色 都在里头 所以你光标 到里头去选个颜色 你就会选一个颜色 然后呢 这光标 越往圆心里走的话呢 它的satuation 就越低 要记住这一点 satuation在什么时候 最高呢 是在靠近这个 圆的边缘的时候 是最啊 最高 大家可以试试哈 你可以就是用光标 到其中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那个 那个彩色图里面去 这个应该是叫 color wheel 到里面去 然后呢 移动一下 这个 这个鼠标 就会发现 它这个color的变化 和它的satuation 也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heal 和satuation的变化 好 大家都操作一下 好 那么 Split toning 和的color grading 有什么用途呢 咱们来讲一讲 实际上 那个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把这个照片呢 给它 creative一些 把它变成 不同的这种style 用的最多呢 是 变黑白 黑白照片 就是效果最好的时候 是把这照片呢 变成黑白的 咱们呢 以这样照片 作为例子 在变动照片之前呢 我想让大家 记住这两个值 刚才咱们讲了 看我的 看我的那个slide 咱们刚才咱们讲了 这个互补颜色 在这个人像照片里 用的最多的呢 是这两组 咱们讲了 yellow 跟什么互补 跟blue red 红色 跟什么互补 给三样 青色 它的值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这个呢 这个图啊 叫什么呢 它有个术语的 叫heu angle 就是heu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颜色啊 然后呢 heu angle 它就会产生 这样一个值 某一种特定的 这个颜色呢 都有一个相对应的 heu angle value 咱们来看看 黄色 从那个红色开始啊 红色 它的heu angle的value 是什么 是zero 好 咱们再看看 另外两个 那个prime color green 是什么 120 120 然后呢 蓝色 是什么 240 所以呢 大家看看啊 圆的这个度数 360 对吧 所以这也好记 红色是零 那么 绿色呢 是120 然后蓝色240 这好记吧 对吧 好 咱们来看看 它的互补颜色 好 红色 它的互补颜色是什么 青色 sian 它是180 对应的一条线 对不对 180 好 黄色60度 不是 那个蓝色240 它对应的是 黄色60度 好 绿色120 对应的是这个 magenta 多少 300 方便大家记忆 对吧 好 大家把这个几个 prime color 和它的副颜色的 它的 hue angle value 给记下来 这样了方便你去编图 好 回到这张 我希望大家 能把这两组的 number呢 给记下来 yellow 60 然后对应的是 蓝色 240 或者是红色 zero 对应的是 sian 180 好 记住了这些值以后呢 咱们就可以来 就可以用来编照片了 咱们先来编这张照片 照片呢 咱们先可以把它的颜色 给它改成黑白的 就用这个basic下面的 black and white 变成黑白的 好 变完以后呢 咱们就到这个 ton 不是了 那个split toning 或者是color gradient 首先呢 把它高光部分呢 给它变一下 咱们可以用第一组 那个number yellow 给它调成60 假如说你调的 不是很准确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点击一下 然后呢 输进去60 好 这时候你并没有发现 这个照片有什么变化 对不对 是因为你的saturation没有变 所以大家把saturation 变了以后呢 就会发现这个照片的高光部分呢 就变成黄色了 好 咱们再接下来呢 把这个shadow 地方的调一下 咱们讲了哈 这个黄色和什么对应 blue对吧 blue什么 240 240 不好调的话 可以直接输入240 好 这时候照片并没有任何变化 没关系 你把这个saturation往右 往右拖 现在一下子 这张照片 就有一种特殊的这种style 这种style呢 就是split toning的一个效果 好 假如说你对这个效果 不是很满意的话呢 你可以用中间那个balance啊 去往左拖 或者往右拖 根据你个人的喜爱 有人可能更喜欢偏蓝色 有人更喜欢偏 这种灰色 呃 那个新版本的color grading 也是一样的哈 呃 就 你就ignore这个中间色吧 就是用highlight或者shadow 大家来做一做这个练习哈 这样吧 咱们大家一起来做 这样照片练习 一把这样照片的练习 首先把它 reset一下哈 好 咱们还是用这个 yellow 60 blue 240 来变一下哈 首先呢 把它调成黑白 好 再从那basic里头 调黑白哈 然后呢 到split toning 首先调 这个highlight 调到60 呃 不好调 你就直接打60哈 然后呢 把这个situation 调到30左右吧 然后shadow shadow 240 好 situation呢 也调到 30左右 好 你可以 把这balance呢 往左 或者是往右 不同的style 啊 这样 这一张这个 split toning的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大家自己做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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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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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好 这就是这个split toning 咱们接着往下走 下面这个是detail detail呢 用了很多 像我的话 基本上每次都用 detail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降噪 大家知道拍这个 拍这个舞蹈照片 在室内拍的 拍出的那个效果呢 一般都会噪点很高 像咱们刚才 刚刚那个修过的这样照片 因为拍舞台照对吧 它灯光有限 然后你不能用闪光灯 所以你照片一般的ISO呢 都会都是200 2000到3000 所以它这个噪点呢 都都非常高 没关系 这个lightroom呢 提供一个很好的 就是降噪的一个 一个那个功能 每次来点击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降噪 给 达到降噪的效果 好 咱们来看看这样照片 怎么知道这个照片 有没有噪点呢 大家一般就说这个ISO 一般超过800的话 多多少少都有噪点 包括我在室外拍的照片 ISO用了400的时候呢 你仔细看的话都有噪点 假如你ISO超过1000的话 肯定都是有噪点的 好 一般的建议都是把这个照片呢 放到1比1 特别是在它的暗的地方 大家看没看到 这暗的地方麻麻点点的 这都是噪点 我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数码相机都有噪点呢 刚才咱们讲过 这个ISO很高 肯定会有噪点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Sensor的Size 假如你用那个手机照的 照的这个灯光 那个光线不是很好的 肯定是有很多噪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曝光的时候 你过长的话呢 它也会引进一些噪点 所以呢 一般你在室内拍的照片 是一定要走这一步的 一定要把这个噪点给降掉 好 大家都点击一下这个Detail 然后呢 大家会看到一个 一个叫什么 叫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呢 是你可以用来选择的 比如说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示意图 左上角有一个小方块 大家应该都有这个小方块吧 有 OK 大家点击一下 这个小方块呢 是让你来选择照片的 哪一个局部 来观察 这个噪点情况 我建议一般都是选择暗的地方 大家可以呢 陈德老师 不好意思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 没有看到什么 有了有了 sorry有了 我要把小箭头给弄开 OK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小方 小方块啊 然后呢 你鼠标到这个示意图里面去 拉 就是拉一下 拉一下 直到拉到 就是比较暗的地方 就可以了 这样吧 看他脸吧 看他脑门吧 比较暗的地方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是有很多这个噪点的 对吧 好 大家把这个 这个 这个panel的往下拖一拖 他有两个section 第一个section呢 叫sharpening 就是给他变锐 这个其实呢 我觉得 至少是我的旧版本的 这个的sharpening 效果不是很明显的 新版本的我不知道 应该是有所提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 假如说 你这个照片觉得 不够sharp 可以把这个 这些树 这个bar啊 都往右拖一下 不要拖了太多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主要看他眼睛 假如说 你往把这个 这个amount这样 往右拖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确实变sharp了 但是呢 这个他的皮肤啊 也变得粗糙了一些 这个没关系 只要这个radius detail 都往右拉一点 然后呢 再到下面这个section 这就是他的重点 noise reduction 看没看到 noise reduction呢 有两部分 一个呢 是luminous 就是那个 亮度 还有一个呢 是color 这两个地方 也都要调 但是最明显的呢 是这个luminous 好 大家 大家可以把鼠标 点击这个luminous 然后呢 把这个点往右拖 你拖了时候 注意观察 那个示意图啊 你就会发现 那个 这个示意图上的 那个人 人的脸呢 变得越来越光滑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就是降噪的效果 大家可以把这个 这张照片变亮一点 你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这个直接把这个直方图 往右拖 好 咱们重新来一次 这是变照之前 现在一下就更明显了 脸上的码点非常多 随着你的鼠标 往右拖 你就会发现这张脸 这个皮肤一下就 就圆润起来了 同时 把它color这个地方呢 这个降噪呢 也往右拖一拖 一键就可以把这个降噪 效果达到 有一地方呢 要提示大家 就是这个luminous 这个降噪啊 这个值啊 不要超过50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 你继续往右拖的话 拖了100的话呢 你这张照片就非常的 呃 大家是说 非常非常的soft了 不够锐了啊 所以呢 一般我一般拖的话 都不会超过50 好 非常简单啊 非常好用 这是detail 咱们讲了1234 讲了4个那个菜单了 咱们继继续往下走 第5个菜单 第5个菜单是 Length Correction 新版本也有吗 有还是没有 有 太好了 好 大家都知道 这个镜头啊 你不管多贵的镜头 都是有缺陷的 对吧 咱们原来 前面讲的这个按角 对吧 你因为镜头是圆的对吧 你要照了风光照 或者是照非常大的场景的话呢 它多多少少都会出现暗角 还有一个地方呢 呃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大家都把这张照片打开啊 这是在这个意大利渔村 拍的 这样照片呢 是用广角拍的 对吧 它肯定是有这个问题的 它都会对什么问题呢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第一个呢 这个镜头问题啊 是distortion 就是说它有会变形 大家看一看啊 大家可以 把这个lens correction 这个panel打开 然后呢 左边应该是profile 右边是menu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的 跟我的是一样吗 是一样的 一样的 ok好 大家现在把这样这边打开 然后呢 点击一下 第二个 这个checkmark 叫enable profile correction 点击以后呢 你 你同时观察这样照片 发生什么变化了啊 大家可以先看我 看我的屏幕 看看发生什么变化了啊 点击一下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照片发生变化了 好 大家自己可以试一试 把这样照片打开 在自己的lightroom里面去 点击一下 这个enable profile correction 很像变量了一点 变量一点啊 这就是lightroom啊 他非常的powerful 他怎么呢 他把所有的 不能不能说所有的 把绝大部分的镜头啊 他都给他编成一个profile 他知道某一种镜头 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然后呢 进行 给他修正 大家观察一下啊 在你把这个lens correction 打开以后啊 你会发现 他这个下面啊 记录了 这张照片 是用什么镜头拍的 注意到没有啊 他的make是佳能的 modal是16到35的 然后呢 他的profile是什么profile 他知道 你这样照片 是用这个广角镜头 佳能的广角镜头拍的 知道这个广角镜头 有什么缺点 然后呢 进行相对应的修正 不得了吧 好 这是第一种缺陷 叫distortion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种缺陷呢 就是咱们那个 我上 讲另外一节课 叫色差 色差用另外一句话呢 就是紫边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两张照片哈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当大家在白天哈 拍这种 这种光线比较强的照片的时候啊 在那些光比光暗对比度非常强的这个物体 就会发现这种发生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叫色差 等会我把这张照片给大家还原一下哈 他这个树干和这个天空接壤的地方啊 因为那个地方是对比度最强的 所以呢 你的镜头不好的话呢 往往会出现这种紫边 看到吗 这张照片就紫边非常的厉害 看到没有 为什么有些这个镜头 比如说佳能的红光镜头啊 没有 就是他那么贵 哎 他贵就贵在这地方 他有做对这个紫边呢 做了处理 所以呢 我想找这张照片啊 找了很久了 因为我照片上 基本上找不到这种紫边 好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怎么办呢 大家 打开这个lens correction以后啊 它里面有一个叫 option叫remove chromatic abrasion 这个就是色差的意思哈 chromatic abrasion 换成中文就是色差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checkmark 你就会发现 来的东西呢 哎呦 怎么没有变化 大家那个新版本 有这个 有这个选择吗 有 有选择 有选择 OK 好 看看 怎么他掉链子了 咱们再试一试哈 reset 难道是因为这样照片我是是我那个从那个 从那个那个网上找来的哈 好 咱们不看那种 那咱们看这张照片吧 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看来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你要把它放大的话哈 这是我拍的哈 看这个墙和这个天空呢 这个交叉的地方 还有右边这个墙 我再放大一点 是不是看到这个绿颜色 看到吗 这个很明显 看到吗 这也是一种一种紫边 它不叫紫边的 就是绿边的 这也就是色差 好 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lens correction里头的 remove chromatic abrasion 给去掉 它好像自动的不取消 没关系 咱们profile左边 然后右边还有一个menu 新版本有吗 有 OK好 好 咱们试试menu哈 menu以后呢 咱们看看 咱们这样吧 咱们回到刚才那张照片 上面去啊 刚才咱们试了 我再试一试 是因为我的来动出问题的吗 用这个自然自动选择 它没有不起作用 没关系 我到这个menu 好 到这menu以后呢 大家看了 看没看到这个defrange defrange 就是纠正这个色差 这个有个amount 把这个amount呢 往右拖 大家看看 那个照片上的紫色啊 都被削掉了 看到没有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削紫紫边 再回到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出现的是绿边 好 大家往下走 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出现这个绿边的这个选择菜单 好 同样的办法 你把这个箭头往右拖 哎 它的绿边也被削掉了 嗯 好 非常的简单 直接 好 还有一个下面的这个选择菜单 叫 vignet 咱们学过这个字哈 就是呃 按脚 运脚的意思 它是说什么呢 这照片呢 不是这个镜头啊 它 是圆筒的 对吧 所以呢 它多多少少会 这个四周啊 都会出现按脚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vignet 这个菜单呢 来给它把这个按脚给去掉 很简单 只要把这个amount的往右拖 拖一下就可以达到哈 这个照片大家都有哈 大家自己可以呃 试一下 找到这个 这样照片 应该是这样照片哈 然后呢 咱们只把这个按脚给纠正一下 很简单 就往右拖一下就可以了哈 好 这是纠正镜头 咱们接着往下走哈 再下一个呢 是 呃 Transform Transform呢 它也是一种这个镜头 纠正工具 它是纠正什么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 大家拍建筑物的时候啊 咱们用这个 用这样照片做个例子吧 拍个房子对吧 拍个房子呢 这个建筑这个照片啊 很讲究的 你像这种照片的话呢 它就有这个 叫呃 perspective的distortion 你看到吗 这个这个柱子啊 它是倾斜的 它不是直立的 这个呢 就可以通过 这个transform 这个option呢 来给它纠正 好 大家都把这个transform 这个菜单都打开哈 打开以后呢 它出现呢 是呃 这么多option 大家每个option 都可以试一试哈 大家可以选auto 哎 点击下auto的话 哎 它马上就把这个照 这个柱子长给拉直了 看没看到 好 再点击一下off 回源 呃 还原啊 再可以点击一下level 这个level呢 跟后面那个vertical 是一个是 纠正平衡呃 horizontal 就横线的这个 那个偏差 然后vertical呢 是纠正 这个vertical的偏差 像这个照片呢 是vertical出现问题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点击一下vertical 它的效果呢 是跟刚才那个auto 是一样的效果啊 呃 我帮别人拍这个 那个房房地产的照片 基本上 每张照片 都要用上这个功能 transform 因为你拍的时候啊 它的墙啊 不是直的 或者门啊 不是直的 呃 你一定要通过这个 这个菜的菜单呢 把它门的墙啊 变直了啊 嗯 嗯 好 好 大家 都点击一下 这个照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比较常见啊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拍一张呃画 一张照片或者画 他那个画挂的比较高 你呢 镜头不够高 所以呢 你拍出效果就会这样 对吧 没关系 来到呢 给你提供一个工具 让你啊 对这个perspective进行纠正 大家看 看一看这个 这个transform 它下面这么多option啊 一个呢 是vertical 大家可以试试哈 把这个bar啊 往左 往右 都给拖一下 哎 它就 这张照片呢 就随着你的指令呢 从上往下进行变动 同样的道理 这个horizontal也是一样的 它是horizontal 进行变化 然后第三个呢 是rotate 大家可以试试哈 你往右拽的话呢 哎 它整个照片呢 就像那个打转一样哈 往顺时针的往右转 往左拖的话呢 它是逆时针的往 往这边转 好 aspect 也是一样 它是 不同的方式进行纠正 还有scale 咱们现在这样 大家做个练习 通过 就通过在前面三个吧 vertical 和horizontal 和rotate 这三个bar呢 对这样照片啊 进行修正 最理想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个 近矿啊 矿矿啊 好像你是平面 直视它的一样 哈 咱们来试试 当然很难做到 就说 方方正正 完完全全的 这个平视哈 只要接近就可以 首先呢 大家通过vertical呢 把这个 上面和下面 这个 这个长度 变成一致哈 现在 现在 完全是上面大 下面小 对不对 所以呢 通过vertical呢 把它变成一样大 这个时候 你可以往右拖 哎 一样大了 然后呢 你再变横的 这时候你要 你用rotate 把这个照片呢 往 左拖一拖 哎 现在就差不多了 大家自己试一试 嗯 嗯 对 嗯 你 好 很有意思吧 那咱们一块一起做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屏幕 这样照片呢 大家可以这样 可以首先用刚才咱们刚刚学过的 Lens Correction 然后呢 点击这个Profile 然后Enable 这个Profile Correction 它对这个好像颜色之类的 光亮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对这个Perspective 那个Disorder还没有变动 没关系 咱们就到这个Transform 这个地方来 好 首先呢 我刚才讲过哈 上面这个边呢 比下面的边呢 是长很多 对吧 所以咱们通过这个Vertical 第一个Bar 往右拖 使它们两个长度一致 拖到10 差不多了哈 它的长度是一样的 好 咱们先把这个Rotate 因为这个照片一点歪 往右歪哈 所以呢 我给它 往左拖 太多了 往右一点点 好 现在就差不多了哈 然后大家会问哈 这上面出来的白边怎么办呢 哎 没问题 大家看看最下面有一个叫 Constraint Crop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呢 哎 来等会儿就会把那些白边给去掉了 很神奇吧 他自动 他知道你在哪个地方做了裁剪 他就给你裁剪了 假如说你对这个裁剪还不满意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在用咱们学过的这个Crop Tool 进行裁剪 上面还有一点白边 再往下拖一拖 哎 现在看到的就是好像就是你平时这张那个镜框一样 这张那个照片一样 对吧 好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哈 这个呢 是呃 很多年前去那个科隆 德国科隆拍那个大教堂哈 大家看看那个教那个教堂很高 对吧 所以你拍出效果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假如你通过Lightroom进行调整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给它调整过来 大家可以click这个 Auto 或者是 Vertical 这有点太太夸张了哈 但是据说可以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看看这个这个Lightroom 它里头这个 就transform多么powerful 它直接可以把这个 你在下面拍的这样照片 给它变成好像你在很高的地方 拍的照片一样哈 当然你可以click这个constrained crop 给它crop下来哈 下面就下面就被裁掉了 好 这是transform 呃 咱们接着往下走 下面呢 是叫effects 是让你调各种效果 实际上最有用的是什么效果呢 咱们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 按角 对不对 咱们看看这样照片吧 这是这是刚才咱们通过这个 sleep toning 达的这个效果哈 好 大家都把这样照片打开哈 假如说你不是这个效果的话 没关系 咱们就是 我给他给他还原吧 还成这个 这种那个原片 好 大家把这个effects打开 effects打开呢 它主要的功能就给你 就是给你提供一个 vignet 也就是按角的一个效果啊 有时候 特别是拍这个人像照片哈 你有时候呢 做完照片以后呢 很想就是突出这个中间的这个模特哈 然后呢 把这个四周啊 给他变暗 大家看我先操作一下哈 第一个amount 往左 随着你往左的话呢 哎 四周啊 都会变暗 这个好像不是很明显 我换一张换这张照片 咱们待会儿再回去哈 先看这张照片 先给他crop一下 好 这也是一张人像照片哈 好 我回到这个effects 然后呢 在这个amount的地方呢 往左拖 这回大家就可能看得很清楚 他四个角啊 就慢慢的变暗了 看没看到 好 拖到最最最最左边了 这是amount 就是说他的暗角 这个按的多重 第二个呢 叫mid point mid point的呢 是指你这个暗角啊 这个椭圆 它的中间是在什么地方 看到没有 你可以自己试 试着 在中间 然后呢 再往左再往左变小了 好 第三个呢 是叫roundness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形状啊 是圆的吗 还是变成这种 快近近视于这种方的 啊 大家可以自己 随着自己的爱好吧 可以调 好 第第五个呢 而第四个呢 是feather feather就是咱们原来讲过的 这个语化啊 就说他从暗到量的渐变过程 像现在呢 是zero语化 所以你看呢 它只是一条线 看到没有 假如说 你不想 不喜欢这个效果的话 一般 不能用这个zero 可能是 要一点渐变 对吧 过度 可以调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最后是highlight 好 大家可以 呃 用这样照片 或者呢 是这张照片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把它按角给调出来啊 可能可能这张照片更 效果更明显一些 另外我要再加一点吧 就是第一个amount的这个地方哈 你可以往左调 是调按角 对不对 假如说你往右去的话呢 哎 你发现它的按角啊 就不是按角了 是白边了 哈 就是白按角了 也是一种效果 两种效果 大家都可以调一下哈 给大家两分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好时间到 没问题吧 很好玩吧 田老师问个问题 你刚才按哪个键就变成 把它那个crop就 一下子就变成一个长方形 是x是那个porture是横的 你怎么把它哪个键 就是刚原始一张照片 然后你按了哪个键就变成 你每次都选这个 就变成这样的 就 就你不是说那在crop 在crop mode里面如果你按一个 x就变成那个porture那个 选吗 然后你刚才是按哪个键就变成 你要先刚才选的那个 我没有按哪个键 你说这样照片是吗 对对对 你怎么会选 对 我就是那个 先进入这个 那个crop mode对吧 yeah 然后你按什么 哦 你要保证这个ratio的话 忘了吗 哦 就你要shift ok 这样的话 这个长跟宽的比例 就不会变 就不变 对 shift 好 呃 有一个提示啊 就是这个按角啊 他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他什么功能呢 他可以给你弄出一个 矿边来 是矿边还是叫什么 呃 这种 就是这也是一种效果哈 好 这不是我要的 好 这是 你的 point 把这个midpoint放到0,然后呢,这个roundness放到-100,哎,那就看得出来一个白边出来了,看到没有 假如那个lightroom它不提供这个矿边哈,假如你想自己弄一个的话,哎,就通过这个effect把它变成一个白边 好,这是effect,哦,另外就是我还没有讲到的,就是说这个style啊,它其实实际上有三种style 但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highlight priority,另外两种,呃,就是效果有点类似哈,但是呢,效果不如这个 所以呢,我建议只用,只用这个第一个 好,这是effects,另外呢,这effects下面还有一个叫,呃,green,我不知道你们新版本有没有 大家看一看有没有 有,有,有,ok,好,有的话呢,它实际上就说,它让你啊,把这照片变成,就是原来胶片胶片那个机的时代的那个照,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试试哈,比如用这张照片,不多其他变化,就把这个amount啊,往右拖一下 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照片呢,加了很多这个,这种码点,我给放大一下哈 他,他就是,想那个simulate的 过去,那个胶片机的那个,那个照相机的那个效果啊 假如说你,呃,想把照片呢,变成那种 很久以前拍的照片的话呢,哎,你可以考虑用这种,这个,这个green的这种function 这就是effects 最后呢,有个叫camera 呃,calibration 这个实际上呢,它这个用处不是很大哈 它的原理是什么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现在市场上的照相机啊,各种各样,对吧 厂商不一样 各个厂商呢 对于这个color的science啊 它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吧 为什么大家说,那个佳能的这个皮肤颜色稍微好看一点 就是因为佳能,它这个,这个color science 跟尼康,跟索尼,或者富士的不一样,对吧 各个厂商对于这个color 对于这个,比如说 人的这个皮肤 这个怎么定义 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所以你用不同的相机 照出的效果呢 是不一样的 红 都是红色 但是呢 效果是不一样的 绿也是一样 蓝也是一样 所以呢 lightroom呢 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一个选 选一个option 让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纠正 对颜色进行一些纠正啊 呃,大家可以click一下process 我的呢 是呃,第四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版本 是不是第四个 还是还是更新的第五个 第五个 第五个哈 就是说adobe它 可能最近年又又更新了一点 没关系 这地方只要大家选择第四 或者第五 就是最新的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其他地方都都可以不用理它 假如说你对这个color比较peaky 你觉得也这颜色不好看 哎 那样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对这个红 对这个蓝 对这个绿 自己去做一些纠正 好 但是平常一般是用不上的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八个topic 讲内容比较多哈 这个一定要大家下面去去练习 才能掌握 不然的话你 你听完完以后 哎呦 觉得好像什么都懂 结果呢 到时候一用就就就全忘记了 这样吧 咱们还是来做下 做下那个练习哈 呃 一共有十道题 咱们每道题 一一分半钟 呃 第一道题 这是有关那个tone curve的 咱们用那个rgb的curve呢 做一下 那个s shape 把它的对比度呢 给增加 这很简单哈 alaska就是那这个 那个 冰山的照片 给大家指一下哈 就是 这样照片 好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吧 好 开始 好 谢谢观看 好时间到 没问题吧 很简单 好第二道题 这道题是用颜色 HSL 是这样 大家可能有新版本 没有黑白的 那这样吧 大家review一下 就是不用HSL的黑白 用basic的黑白 来把这照片1140 给它变成黑白的 但是要把帽子 是这张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把它还原 好 把这张照片变成黑白的 但是它的帽子 保持它的原色 保持这个orange color 假如说你有这个 你有这个HSL旧版本的 有black and white 用这个 假如没有的话呢 就用basic里头的 这个black white 好吧 然后呢 再加上 咱们上一节课学的 这个brush 用这个brush 这个tool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启动这个brush 然后呢 把这个dropdown list 里面选择一下 这个saturation 就是把这个帽子 以外的东西呢 都给它涂 用saturation 给它降低 这个饱和度 但是呢 这个帽子不要去涂 这样的话呢 帽子的颜色 就会保留下来 好 咱们大家做一下 一分钟 咱们大家做一下 好时间到 都没问题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最后的效果呢 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个有一个诀窍 我给他提示一下 假如说 你是通过第一种办法 你把这个其他地方给他 这个situation就涂没了 可以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说 你把他把这个帽子 我的原意是 是用这个 是把这个颜色 给他 OKOK 好 我这样讲一下 有一个小诀窍 大家 大家click这个 color hsl 这个地方 好 这个小学校什么地方呢 就说 比如说这样照片 他的帽子是这种orange 对吧 好像又不是orange 又不是纯粹的orange 你想知道这个color 到底是什么color呢 有什么办法知道呢 这里一个小诀窍 什么小诀窍呢 首先第一个办法 大家可以从这个brush tool里头的color 大家点击一下brush以后呢 选择这个color 他这地方就出现color 对不对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color 这个color bar呢 就会出现 新版本的话 可能是一个color wheel 不管怎么样 这个时候这个鼠标呢 就变成一个selector 一个笔管啊 大家这个时候呢 点击一下 不要松开 然后呢 继续把这个鼠标啊 继续往的照片上移 移到你想撤颜色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要找到这个color 这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 你再回头看那个color 那个方块 你知道那个方块啊 你这样不要动 首先他那个方块那个点啊 看到没有 左边是个5字 然后呢 右边那个那个百分比呢 是62 就是562 这样你记住 他这个这种color 在这个color wheel 或者color方块里头的位置 你就能回到那地方去 找到那个color 这是第一个办法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我再讲一遍 点击这个color方块 就出来这个color wheel 新版本可能是一个 是个圆圈啊 然后呢 你的鼠标这时候 就变成这个 一个小蜡笔 这时候呢 你左摁这个鼠标 然后呢 不要松开 一直走到 这个照片里头去 找到你想 定义你的color的地方 好 就停下来 这时候呢 你再观察 这个color wheel 里头的这个value 啊 然后 这是一种办法 记住 这个color的definition 第二个办法 好 第二个办法呢 是回到这个 这个hsl 这个hue的地方 我们家猫不太听话 然后呢 选择 这个 哦他出现的不是这个Value 哦OKOK那就是还是按照第一个办法哈 第一办法就是说在那color wheel里面找到他的确定位置 然后呢你再到那个那个地方去选那个真正的color 好回到这个回到这个作业上来呢 我的原本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先把这张照片给他变成这个黑白的 然后呢再从那个color wheel里面呢 找到那个颜色那个原来的颜色 然后呢再给他brush 给他涂成原来的颜色这样的话呢 他brush以后的这个color帽子的color啊 跟原照片的color是一样的啊 就稍微一点一点一点倒了一下啊 好这是第二题 呃第三题呢 很简单 把这样照片呢变成黑白的 但是好像大家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hsl的black and white哈 这样吧就就用那个basic里头的 假如说你没有的话就用basic里头的black and white 假如你有这个hsl的话呢 就用这个hsl里头的black white 通过这个八种不同的channel 把它黑白把这个照片变成黑白的 我要求大家呃有两种不同的黑白效果 好吧这样照片 大家做一下一分钟 假如说你只有这个basic的话那就是呃一个效果吧 好一分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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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这道题应该很简单 就是通过这个 这种八种颜色的不同调配 然后呢 给它造成给它弄成这个黑白的效果 好 第三题 然后呢 第四题呢 咱们要练习一下这个 Split Toning 或者是Color Grading 用这种互补颜色 来做一下 1601是哪个照片呢 好 这样照片 散着那样照片 好 开始 你或者用那个 黄色和那个蓝色 或者是红色和那个青色都可以 这种互补颜色 对 这种互补颜色 对 我可以做到这个 这种互补颜色 好 我可以做到这个 那么 你 好 我可以做到这个 这种互补颜色 好 时间到 没有问题吧 你可以试着把这个中间的balance 给它往左拖往右拖 根据个人的喜爱 好 这是第四题 第五题降噪 0995 应该这样照片 好 主要是降噪 同时的话 大家可以把这个光亮 这个颜色都调一下 好吧 一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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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这个这道题也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在哪呢 首先降噪的地方 这个示意图的取向要选一下 选那个比较就是比较暗的地方 就你能观察到这个噪点的变化的这个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拖的时候呢 不要拖的太过了 千万千万不要超过那个50% 超过的话这个照片就变成比较soft了 好 这是降噪 然后呢 咱们再做一下这个lens correction的这个纠正 你任意选择三张风光照片 然后呢 运用一下这个lens correction 然后里头的那个profile 我看一下我的那个screen lens correction 然后里头的第二个叫enable profile correction 选择这个 选择三张这个风光照片 好 开始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个方讯呢 在那个风光照片里面呢 可能用处更大一点 好 这是Length Correction 下面题呢 3370 这个是不是咱们做过的 对 就这个照片 咱们重新再做一次 好不好 把这个 照片给reset一下 click这个reset 我的来动一点 slowed down 好 好 开始 一分钟 要用 要用那个 Transform Transform 这个 这个men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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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好 下面呢是 哦这套题有意思哈 你给给女孩子照相对吧 女孩子总希望 把她照的照的这个腿啊长一些对吧 像这样照片就是这样 怎么在Liter里面啊 那个怎么把这个模特的腿啊给拉长呢 哎这就是我刚才可能没有提到哈 就可以用这个transform这个tool 然后呢我再稍微讲一下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这个在vertical这个地方哈 大家注意到 我呢可以把这个vertical这个bar往右拖 大家看是不是人呢就就变长了 当然你不能太过了哈 太过了这个人比例就不协调了哈 就差不多不不超过10吧 7 哎 这地方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因为你是给他变形的对吧 他上面这个pixel就没了 这时候呢 大家就一定要用运用到这个下面这个constrained crop 点击一下 他就给你裁剪了一下啊 神不神奇 下面大家都自己做一下好吗 还是这样照片 把这个模特的腿呢 拉长一些 嗯 好没问题吧 好我孙孙孟来讲一下哈 呃拍这个舞蹈照片哈 呃有时候 呃这个剧院里头的这个 这个有限制 比如说你被安排在楼上 对吧 拍这个舞台照 所以呢 你的视角比较高 像这样 像这样照片的话 就是视角比较高的地方拍的 怎么办呢 拍完以后就觉得 这个视角太高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通过 这个transform这个tool呢 来对照片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啊 也是同样的办法 也是把这个vertical这个bar呢 往右拖 当然你不能拖拖的太厉害了 拖太厉害就变形了哈 所以呢 拖到合适的地方 你觉得合适不变形 然后呢 再把这个编给裁掉啊 那这个照片你可以给它 变成这个portrait 呃变成那个portrait的这个orientation 然后再这样做啊 好 这是transform 然后呢 第九到184 又是184 按角 好 假如说你照片很多啊 你不知道这个184 在是哪张照片 大家要借用咱们学过的 这个 这个知识来找到 首先click the library 这个module 然后呢 按一下 这个移速 那个键 它就会把这个 这个bar library的bar 给activate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text attribute metadata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要通过这个text 在这个 在这个空里面呢 填上这道题的那个number 0184 0184 对吧 0184 它的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给我找 一张照片 它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searchable field啊 包含了这个0184 来动一下子就把这张照片找出来了啊 就给大家一个tip 怎么很迅速的把这个照片给找出来 好 就是一张那个咱们修修改过的照片 呃 咱们 这个照片呢 这个题目 呃 不是 这个练习呢 是让大家把这个黑色暗角效果呢 给弄出来 用那个effects 一定要回到这个developer 这个module 好 大家开始做一分钟 好 时间到 都没有问题吧 很简单 呃 最后道题 也是 这个 这个暗角的 但是呢 这一回呢 让大家 呃 弄白色的暗角 呃 然后呢 两两问的哈 第一个是白色暗角 第二个呢 是弄成一个白色的边框 是哪张照片呢 是 这张照片 好 好 好 开始 一分钟 两问 第一个就是把它 那个 弄暗角 但是用白色的 第二个呢 第二问就是 把它弄成一个白边 边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好时间到 没问题吧 最后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要做的练习 那今天这堂课呢 就讲到这儿 然后呢 有问题的同学呢 可以留下来 咱们进行Q&A 没有问题的同学呢 他就是可以再会 然后我会布置一道作业题吧 希望大家能做一下 没做了上一期没做作业的这回补上 那行 那今天这堂课就到这 再见 谢谢田达老师 谢谢老师 再见 有问题的留下来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